日前,小龙女吴卓琳流浪加拿大街头,并公然发视频,承认自己的亲生父亲温成龙,也得各大媒体这些关注。 对于吴卓琳的求助视频,其母无气力尚类有实质行动,而以被尸锤的小龙女亲生父亲成龙更是闭口不谈该事,莫不关心,甚至在前几日还耗费3.8亿人民币买下以或是杀人张荣巴的超豪华私人飞机。 大家都知道成龙一生有过两个孩子,一是林峰娇所生的房祖民,另外一个就是吴卓琳所生的吴卓琳。 虽然同类成龙的孩子,但两人的命运至极然不同,房祖民一出生就受到了大家的关注,XD事件之前事业也是顺风顺水,吴卓琳却直到2003年才被成龙承认, 并且成龙当时说了让所有人震惊的一句话,我是犯了天下某些男人犯的错。 此后,在2012年接受专访时,表示以利益主,将遗产给予宁夏基金姬太太林凤娇评分,并抽一毛钱也不会分给吴卓琳博子。 2013年,成龙又将一般遗产成立基金留给儿子房祖民,反倒是房祖民相当有人情味, 常常带吴卓琳出门吃饭散心,甚至有传言称,房祖民的香奥买了一套价值1500万的房子,送给吴卓琳。 在吴卓琳宣布出会离家出走后,其母吴卓琳从开记者会哭求卓琳回家,后又由媒体爆出。 吴卓琳被电台解雇后,曾透过中间人寻求成龙协助,但对方答复坚决不会帮忙。 成龙对女儿流浪国外莫负关心,惹诸多网友吐槽太过冷血,生在这样家庭的小龙女若是有些可怜。 然而,今日,神秘转,2018年5月2日,香港媒体报道,成龙已经乘坐自己的私人运用专机抵达加拿大,将会与吴卓琳会面。 如果顺利的话,预计今日将会抵达香港,将吴卓琳送回吴卓琳身边。 真正的神秘转啊,像毕成龙也不愿意自己的家丑外扬,还引起如此大的波拉。 据说,吴卓琳流浪加拿大的事件,引起来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加拿大的各大媒体跟踪报道,成龙的国际压力也是相当大的。 不过,也有不少网友对此表示,吴卓琳真的会愿意和成龙一起返回香港吗? 公开出柜的女友人得该怎么办呢? 不管怎么说,都希望小龙女吴卓琳早日回家,迷途之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